作曲 李宗盛 让心酒也来变化 蜕变成心皮囊 我们进入第一章 心酒装在心皮囊里 我们先把重点放在这个装 它是个动词 它本身就是一个接纳 因让心酒发酵 在皮囊里呼吸 使之酝酿成熟 一直到品尝跟分享 心酒会发酵 所以心皮囊要有弹性 我在这边做个见证 分给大家 这个是要再说回来的 因为是教材 这是咖啡包 咖啡包 咖啡包是很普遍 是很普遍 那这边还有一包咖啡包 这是我弟弟做的 我弟弟他在屏东种咖啡 他慢慢的研发 然后做了磨咖啡豆 烘焙咖啡豆 里面都是咖啡豆 那传下去给大家看 就是说在这里面有个东西 有个圆圈 有个圆圈 你可以闻一闻有咖啡味道 好 好 那个圆圈啊 就是排气孔 排气孔 很奇妙哦 味道可以出来 外面的空气不能进去 原本啊 所以这个排气孔 那这样的话 味道就跑掉了吗 不是就潮湿啊 不新鲜啊 也想不到呢 这种技巧 已经很普遍了 因为 咖啡豆 他本身还会继续的 发出 是不是发酵是怎么样 我弟弟做的嘛 所以我就特别打电话问他 他说是会发出那个二氧化碳 所以二氧化碳要让他排出来 那耶稣呢 他讲这个新酒啊 这个酒本身还会继续发酵 发酵 所以这个皮囊啊 皮囊要有弹性 不然他会脏破 如果是玻璃罐的话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食品 他不可能装满的 他都要留三分之一 留四分之一的空间 有人会觉得说 偷工减料 他都不装满 是有原因的 因为那个食品 他本身呢 还会有一些化学作用 会存在的 这个可以出来 不能进去 呀想不到 那现在呢 我们生病了 会送到那个负压病房 那个负压病房啊 就是外面的新鲜空气可以进来 在病房里面的毒气 那些有病毒的 这些空气啊 不能够出去 要被另外的收集 净化过滤 再排出去 所以说 这一种 跟自然 不一样的 还有我们大家用的 最普遍的 饮水机啊 饮水机叫做RO啊 RO是逆渗透啊 逆 逆向的逆 逆渗透 后来我才发现 饮水机啊 它制作了10公升的水 它要排出40公升的汇水 所以RO 这个饮水机 我们这边就有一台吧 是很浪费水的机器 你喝了干净的10公升的水 就有40公升流到水沟里面去 为什么政府呢 不规定 每一台饮水机旁边要有个水桶 要把这个40公升的水流起来 可以浇花 可以冲马桶 可以做洗地 可以善用它 以前我都不知道 以前我都不知道说 饮水机是这么浪费水 浪费水又浪费电 因为它必须 逆渗透的一种方式 好 这个咖啡袋 咖啡豆 这个大家可以 体会一下 为什么耶稣说 新酒要装在新皮囊 不能够用旧皮囊 因为旧的已经定型了 已经僵化了 没有弹性 没有韧性 所以一遇到压力 它就裂掉 我们知道耶稣的心 是在启示天父的慈悲面貌 想不到啊 这也成了耶稣的死罪 因为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 天主高高在上 高不可攀 在旧约的思想 谁看到天主 谁就会怎么样 就会死掉 至圣所啊 不可以进去 进去就会死掉 那个约柜啊 任何人不可以摸 摸了就会死掉 所以在圣经上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嘛 四个人抬着约柜 后来有一个啦 不小心呢 跌倒了 旁边一个人 赶快就去把他扶啊 让他约柜啊 不要摔到地上摔坏了 扶了 结果 因为他扶了 这个约柜他就死掉了 他是为了救约柜耶 可是也死掉了 因为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 所以 旧约的思想 天主高高在上 那耶稣来了 那耶稣来了 要翻转 不 天主是慈父 是 耶稣用阿拉美文 阿爸父啊 是亲爱的爸爸 是我们的父亲 要翻转人 对于神 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是耶稣的心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天主圣山 圣父 圣子 圣神 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是最重要的道理 可是呢 这个又是最奥秘的 三位一体 那对这个圣山的道理啊 我们可以去看 弥撒的那个 宋谢词 或是拿出要理问答 听主叫教理 上面都说了 三位分明 性体 唯一 什么 无大无小 无先无后 讲了一大堆 圣山的道理 这样大家都知道 奥斯定的故事嘛 奥斯定悔改之后啊 他是一个大思想家 学问家 所以他呢 就说 好 我已经悔改了 我皈依天主了 加入教会了 我要为教会服务 现在教会啊 最难懂的 就是天主圣山的道理 所以他就去 到了 那个 海边啊 意大利啊 这个罗马 城外的 齐比达 美基 那张启凤 你应该会我去过吧 在那个城市 在海边 就在那个海边附近啊 搭了一个小茅屋 奥斯定啊 就在里面 就开始写 这个天主圣山的道理 他要把天主圣山道理 好好的写出来 让教会 在讲要理的时候啊 就能够懂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走来走去 脑筋清楚了 就回去 回到小茅屋里面 就写 写了半天就把它撕掉 重写 过了几天之后啊 哇 他一直觉得 听如圣山的道理 真的很难懂 很难 写得清楚 有一次他又在海边走 看到一个小孩 那个小孩在沙滩啊 那边啊 挖一个洞 然后用一个小水桶啊 从海里面咬水 放在这个洞里面去 就看那个水啊 在海滩上的那个洞啊 那水呢 就陷下去了 然后再去咬水 这个奥斯定啊 就跟他说 小朋友 你在做什么 那小朋友说 你没有看到吗 我在咬海水啊 对啊 可是你怎么一直在咬 那小朋友说 对啊 我要把这个大海的水啊 全部都把它 倒进这个洞里面去 你看我一倒进去 他就陷下去了 倒进就陷下去了 那个奥斯定说 傻孩子 怎么可能啊 这个海多大 当然啊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陷下去 还是留到海里面去 小朋友 傻小孩就走了 走没几步路 一想 不对 回过头来 小孩子不见了 所以奥斯定说 哦 原来啊 天主透过这个小孩 在告诉我啊 人的脑袋啊 就像沙滩上的一个洞啊 那天主圣山的道理啊 就像汪洋大海的水一样啊 怎么可能把这个汪洋大海的水呢 灌到这个小脑袋里面去 他悟到了之后啊 就赶快收拾行李 就不再继续写圣山的道理了 这是有这一则 故事 那那个地方那一间 就是 那个小小镇的那个圣堂啊 现在也是一个朝圣地 那朝圣地不是在纪念奥斯定 相反的 听说那边有圣母流血流泪的 这一个奇迹 好 不过教会还没有认可 好 天主圣山的道理 很深奥 很难懂 诶 这个心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心的方法 不是给大人 大人去神学院读啊 就懂了 我们给小朋友 小朋友啊 你跟他讲啊 什么 性体分明啊 什么 什么 他听不懂的 诶 我们就用耶稣 的启示 耶稣怎么启示 耶稣说 父亲 是天主 我们要跟天主和好 不要逆天 不要像亚当二娃 背叛天主之后 就躲起来了 天主啊好可怕 不敢看一看就会死 不可怕 要跟天主握手言和 不要再怨天尤人 要天人合一 天主是亲爱的阿爸父啊 然后呢 他自己 他是 死在十字架上的 完成预约奥基的 为我们而死的 是比我 比个亲兄弟啊还亲的 为我们而被定死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长兄 对耶稣基督 这个关系是血浓与水的关系 生命的关系 那么圣神呢 圣神就是生命的活力 圣神呢 就是我们内在的那一股爱 我们可以把这个耶稣所启示的 圣山的道理啊 把它重新的 用一种很简单的 可是很实在的 来教小朋友 他就熟了 他就会懂了 比如说我们就来练习一下 来 好 请起立 我们呢 就跟对方握手 当然也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我跟你握手 再看别人 嘴巴呢 要讲圣父 圣父 跟天父和好嘛 耶稣真的爱我们 为我们而死啊 抓着对方的大拇指啊 哦 圣子 那圣神是像鸽子一样嘛 那飞 飞起来 飞 圣神 祝你平安 就是圣山的问候啊 圣山的问候 小朋友一下子就懂了 我们来一下 好 圣父 圣子 圣神 祝你平安 哈哈哈 彼此坐一坐 彼此坐一坐 圣父 圣子 圣神 祝你平安 三岁的小朋友 你教他他都懂 那个小朋友 你就叫他做 他从小就有个天主圣山的概念 就很清楚了 不用去读神学 神学他听不懂的 一个很新的很简单的很生活化的方式 原来我们的信仰 跟生活是合一的 信仰不是只有在教堂里面的神父 在那边讲的那个他是信仰 生活上 所以我们跟别人不要吵架 要握手要和好 为人牺牲 每一个人彼此激励 把圣山的生命活出来 圣山的道理 最深的 可是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把它表达出来 我们接纳耶稣的启示 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天主圣言 言就是话 这个话 老师在上课 最在意的 就是学生听不听 家长也都觉得孩子很听话 孩子不听话 听话 就是接纳 所以耶稣最在意的 就是接纳 很可惜 耶稣从生到死都不被接纳 出生没多久 就要逃难到埃及 因为黑洛德王要杀他 耶稣开始公开传教的时候 然后在自己的家乡纳扎勒 他们把他推到山沿山 要把他推下去 动施行 让耶稣自己摔死 耶稣驱魔 治病 老百姓都鼓掌 好耶 不错 法利赛人 经师就说 那有什么了不起 靠着魔王驱魔 耶稣就生气了 耶稣说 他是 为爱我们额降生的墨西亚 是天主旨 你自称为天主旨 亵渎天主 定他于死地 自耶稣于死 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就是完全的拒绝 所以耶稣从生到死都不被接纳 还好 只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接纳他了 就是玛利亚 玛利亚说 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完成 玛利亚的接纳 让耶稣降生成人 如果玛利亚当时很谦卑地说 考虑考虑 给我三天的时间 我再想一想 哎呀不行啊 我怎么样啊 我不够资格啊 我怎么样怎么样啊 耶稣就没办法降生了 耶稣不在意我们有没有资格 不在意我们的身家背景 耶稣要我们的是接纳 那玛利亚讲的那句话 就是Fiat Fiat Fiat 拉丁文 Fiat Fiat是一个字 不是拆开来四个字 如果是四个字的话 那就是意大利的Fiat汽车公司 Fiat 那个很有名的汽车公司 那是四个字 它这个是一个字 是动词 是接纳 接受 玛利亚 他的伟大 他的丰功伟业 不是在他做什么 而是在他接纳 百分之百 完全的接纳 让耶稣降运在他心中 所以在路加福音 第二章法 有两次提到 默存在心中 放在心上 所以 玛利亚的心啊 是充满耶稣的 所有的事迹 都在玛利亚的心中 为什么我们这么敬礼圣母 是因为 圣母圣心 是一个满意满怀 耶稣所有事迹 奥基的一颗心 非常的丰富 因为他完全的接纳 那么这一个接纳 在福音上呢 我们把它翻译做成就 完成了 愿照你的话 在我身上完成 其实这个 Fiat这个字啊 可以把它翻译做成就 翻译做完成 都可以 事就成了 所以大家一定会想到 创世纪 第一章 天主照天地万物 天主说有光 就有了光 成就了 天主说 有什么就有什么 事就成了 天主看了认为好 这是一天 天主看了认为好 创世纪里面呢 用这个Fiat 讲了好多次 成就 然后再来 到了出谷记 每一次呢 在西乃山下 颁布天主十戒 老百姓听到以后呢 哇 就高举双手 阿门阿门阿门 你所说的话 我们都要照办 这是成就 这个法令 我们都要完全接纳 这就是 西乃山的盟约 所以 整个圣经啊 分为旧约跟新约 圣经啊 不会说是旧经 当然也要啊 以前说古经啊 新经啊 不过最好的还是用约比较好 是天人盟约 是天人的关系 所以旧约以西乃山的盟约 是天主十戒 为代表 要完全的接纳 遵照实行 天主就会降服 就会 接纳人 因为我们接纳他 所以是接纳很重要 在出谷记里面 有八十几次 老百姓都说 每一次你所说的 我们都要接纳 你所做的 我们都要接纳 那到了新约 加纳婚宴 变水为酒 玛利亚一样讲的这句话 他无论叫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这是从出谷记来的 他无论叫你做什么 这是耶稣 叫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你们就接纳 就是实行就对了 意思是说 把六口十缸灌满水吧 仆人说 对 玛利亚刚刚教他们 他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要接纳 他们就去把水灌满 咬出来 送给世纪 咬出来 就是听话 所以这个接纳 那耶稣呢 到了临终的时候 父啊 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 请你接纳 我的灵魂 就断了气 所以这个字很重要 Fiat 就是接纳 就是成就 所以玛利亚 成为教会的典型跟楷模 他是心灸的妇人 心平昂 具有弹性 有韧性 不会被心灸脏破 同样的 我们的修会团体啊 也要有韧性 有弹性 有抗压性 如何接纳时代的变化 跟挑战 如何认识时代的心 和自我革新 所以在这个文件 里面呢 也有具体提出来了 我们教会啦 有一些革新的例子 他提到五点 第一点 他提到的新的药理教程 新的药理教程 所以在这里 我就送给大家 这个小册子 我也是把它界定为 新的教理 药理教程 好 那 这个送给大家 大家可以发下去 大家发下去 你要哪一本 很好 哪两本 多多以上 我也是从这个新的角度 来看我们的药理 教理 当然我们的天主教教理好大一本 好后 还有上册 下册 也很多 那我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册子 我的渴望 如果 我们所有的教友都可以人手一册的话 每一个人都成为福传的专家 福传的高手 会不会是一个梦想 其实 圣经上很清楚的说 人是天主的肖像 那么天主啊 圣经上耶稣说啊 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 我也工作 所以天父啊 他的象征的是熟 天主的熟 大能的熟 圣经上呢有三四百次提到上主的熟 这个天主的熟啊 是大能的 是慈悲的 所以这个熟啊 是天父的象征 那既然人是按着天主的肖像而造的 所以我们人的熟啊 也可以成为天主熟的肖像 后来我就发现 没有错耶 我们的熟啊 五个指头啊 可以把天主教的道理全部含瓜在内 所以 讲要理啊 不需要书 只要手拿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啊 凡是有熟的人 都可以接受天主教的道理 都有成为教友的本 他的天分 条件 你有没有熟 有 你的熟就是天主的象征啊 我们的教会的道理 或是整本圣经 都是在你的手上 好 所以 熟就在我们手上啊 所以我们信手拈来 就可以坐福传 好 举一个例子 请问你们天主教拜的是什么神啊 你们拜玛利亚吗 不 我们不是拜玛利亚 我们拜的是天主 所以我们叫天主教 我们不是叫做圣母教 那天主是谁啊 大拇指拿出来 哦 我们信的就是最大的神 独一无二的 至高无上的 就是大拇指 天主 就是万有真元 最大的 所以我们是一神信仰 你怎么知道天主是谁 哦 这是启示的 哦 所以我们天主教是启示宗教 那天主怎么跟人启示啊 哦 有四个管道 天主透过圣经 跟我们说话 天主透过教会的训导 跟我们说话 天主透过大自然 跟我们说话 所以刚才我提到了 上一节课 天主透过每一棵树 在跟我们说话 人啊 你要向上提升 天主透过大自然 在跟我们启示 说话 天主透过我们的良心 良心不要被狗吃掉 我们的良心 在跟我们说话 所以天主在启示我们 但如果你要讲那个 天主透过圣经 跟我们说话 圣经有七十三部书啊 旧约新约 你可以讲两个月 三个月都讲不完 光一个字哦 你三分钟 十分钟就讲完了 我再提一个问题 这个信仰 信不信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信 我一样活得很快乐啊 你看 我的墙壁上贴着 知足常乐 我知足常乐就好了啊 为什么要信耶稣 为什么要拜天主 为什么要加入教会 你要跟他说啊 信仰啊 不是加入一个团体 不是加入一个善会组织 不是加入狮子会 青年会 童子军 不是 信仰啊 是个人切身的问题啊 第二个指头拿出来 这是什么指头 食指啊 民以食为天啊 这是人 所以信仰啊 是人 自己生命的问题 凡是人啊 一定要回答三个问题 生从何来 在世何为 死后何往 蔡英文 你是总统 你死后去哪里 你不知道 啊 你根本不是人 对不起 身为一个人 一定要回答嘛 生从何来 在世何为 死后何往 如果你不知道 你死了会去哪里 你能够安眠吗 你会害怕 你不想死 你不想死 可是身体器官都已经坏了 你就非死不可 那你就死不瞑目 你死不瞑目啊 你就成为孤魂野鬼 你得不到安息 可是我们相反 我们都知道 天主是我们的归宿 有天乡 我们从生命从天主而来 落叶归根 回到天主那边去 所以我们对于人的死亡啊 哦 这是习子安所 安眠祖怀 荣归天乡 蒙族宠召了 到天去享福了 生命进入圆满了 诶 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所以我们会 誓死如归 我们敢殉道 我们敢吃亏 所以这个信仰 是人的切身问题啊 所以第二个指头 第一个指头讲天 第二个指头讲人 哦 那教会的人学 教会的人观是什么呢 哦 人就是灵魂跟肉身的 的结合 灵魂啊 是天主所创造的 我们不是轮回观 我们是创造观 身体啊 是父母 生我们的 精卵结合生我们的 所以我们对于父母 祖父母 我们的祖先 要感恩 没有他们 那就没有我们 天主透过祖先 给我们一个身体 天主在生命 开始的一刹那 创造了一个灵魂 在我们身上 所以肉身啊 有始有终 灵魂啊 有始无终 因为灵魂不是物质的 物质的结合 会分裂 就是死亡 灵魂不是物质的 是精神体 他就不会死亡 所以 我们有时候 一个教友过世了 我们就为他祈祷 啊 某某某 过世了 我们为他的灵魂祈祷 秋祖寺给他早日复活 你去等吧 等到世界末日才会复活啊 所以早日复活 是不可能的 自古以来只有耶稣跟玛利亚肉身复活 复活啊 是肉身不是灵魂 所以我们信经的第十一个信条 我信肉身之复活 不是灵魂 那肉身复活是什么时候呢 圣方祭 圣 保禄 保禄二世 都没有复活 我们呢 一定要等到世界末日 世界中穷的时候 才会肉身复活 所以我们在为王者祈祷啊 求祖寺给他早日复活 那是错的啊 这个早日就是 到世界末日 早一刻都没办法 好 好 所以这一个人啊 人生 为什么会有痛苦啊 哦 痛苦的观念 好 所以 守灾 是有意义的 苦难 是有意义的 好 所以关于这个人啊 人要善生 才能够分享永生 善度今生 好好的活 活得健康 活得快乐 活出我们是一个 一家人的 一个团体 教会是人的团体 教会用七件圣事 来照顾我们的一生 哦 所以你要把七件圣事讲一讲耶 领席 奸正圣体 哦 这叫做入门圣事 哦 道节 跟富有 哦 这是富治愈的圣事 婚姻 跟圣智圣事 哦这是服务的圣事 七件圣事 七件圣事你要讲多久啊 一件圣事讲一个礼拜 要七个礼拜 好 所以光一个字 人 可以讲很久 再来三个指头 中间这个指头啊 就是信德 坚定不移的信德 完备的信德 信德啊 就是从上而下的箭头 从天主而来的启示 救恩我们的完全的接纳 接纳 就是fiat 就是信 我不信 就是我不接纳 就是我不听 所以信德 就是接纳 天主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我们既然相信天主是全能的 那我们还怕什么 我们既然相信天主是慈悲的 那我们犯的罪 为什么要绝望 所以这个信天主是全能的 是慈悲的 这是两个最大的重点 当然 我们信耶稣的三大奥基 耶稣的生 耶稣的死 还有圣体 这是我们跟基督教 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 就是这三件 耶稣的诞生 是厄马努尔的奥基 神与人同在的奥基 这是跌破眼镜的 也就是说 自古以来 新智能都知道 墨西亚要来 墨西亚要来 怎么来 什么时候来 都不知道 这叫天机啊 天机不可泄露 后来 那天的话 我用我的两个指头 就可以把他掐死 耶 他是墨西亚救世主耶 玛利亚不给他喂奶 他就饿死耶 不给他盖被子 他就冻死耶 他怎么会是 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呢 真是跌破眼镜 那个贤士啊 居然能够朝拜他 献上礼物 所以耶稣的诞生是什么奥基 厄马努的奥基 厄马努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奥基 想不到神 愿意跟人同在 人跟人不能同在 分党分派 吵吵闹闹 我不跟你来往 我恨你 分崩离析 所以想不到 耶稣的诞生啊 就是合一 神与人同在 用这个来救人 救世界 第二个奥基 欲越的奥基 这个是最大的奥基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奥基 就是欲越的奥基 欲越就是翻转 把失败变为胜利 把黑暗变为光明 把死亡变为永生 把今生变为来世 所以这个十字架 就是一个欲越 一个翻转的奥基 这个也是跌破眼镜 天主要来救人 怎么救 太遣大军 天主要怎么救 自己都死掉了 怎么救啊 真是想都没想到 耶稣基督是天主子 怎么可能会被定死呢 想不到他是用他被定死 来拯救人类 所以难怪我去天津的时候 在天津主教座堂 也就是西开总堂 我带着几个教友 在那边参观的时候 有一个小女生 就跑到我旁边来 她不知道我是神父 因为我穿着普通服装 我在跟人家解说圣堂 那个小女生啊 六七岁 不是教友 她爸爸带她来的 她就问我 耶稣为什么要被定死啊 还有 耶稣都死了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信她 六七岁的小女生 不是教友 问了这两个问题 耶稣为什么要被定死啊 他不是神啊 怎么会被定死 他不是来救我们的 怎么会被定死 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 耶稣被定死就是失败者啊 失败者为什么还要信他 全世界为什么还有十几亿的教友 要信他 信一个失败者啊 这是外教人不懂的 所有的宗教啊 他们标榜他们的主神啊 辉煌光荣 偉大无比 只有我们天主教的 那个教主啊 是一个被定死的 一个失败的形象 基督教还好耶 基督教呢 上面没有耶稣的苦相 只有十字架 不过我们都知道 保禄啊 在格林多情书第一章 很清楚的说到 犹太人追求的是神迹 希腊人要求的是智慧 而我们所宣讲的是 被定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不是那个十字架 是被定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所以耶稣的苦相 是举行弥撒必要的条件 就是说在弥撒中啊 要有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 因为弥撒就是十字架上 牺牲的全方季械的从严 所以 这个教会的礼仪啊 如果你们的圣堂啊 是一个耶稣复活的像 是一个圣母堂 是什么像啊 在弥撒 一定还要有一个十字架 是上面有苦相的 过去欧美的教堂啊 都很清楚 在祭台上面啊 也要放一个有苦相的耶稣十字架 以前我去朝圣的时候啊 看到十字架 苦相啊 是面对的神父 我就把他转过来 大家一起看啊 耶稣面对大家 神父 我不用看啊 我都很清楚了 后来第二天呢 要再来做弥撒 又转过来了 嗯 我再把他转过去 后来就发现错了 我错了 十字架要面对的是神父 因为十字架 主要的目的是给人看的 那神父呢 我是以基督代表 基督第二 我以基督的身份 来举行这个耶稣全方季献的从严 所以祭品是耶稣 祭台是耶稣 祭献者也是耶稣 所以神父是以耶稣的身份 所以神父要常常看着十字架 我 不再是我 我是 你的代表 我在举行这一台弥撒 所以那个十字架是要 给神父看的 那旁边再放一个大十字架 给大家一起看 所以有人买了十字架 小小的请我祝圣 我就祝圣了 我就问他说 你这个十字架摆哪里 他说我在摆我那个车子 那驾驶台的前面 对了神父 我想请问你 那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 是要面对前面呢 还是要面对后面 我说你呢 你觉得呢 他想了一下说 我觉得应该要面对前面 那为什么 耶稣帮我看路啊 不要让我出车祸啊 我说 迷信 迷信 错误 错误 因为十字架是给人看的 他以为啊 这个十字架 耶稣在这里 那是偶像啊 偶像就是鬼神附体啊 耶稣的天主性 耶稣的神性 附在这个十字架上面 所以耶稣在我的车上 在帮我看路 这是百分之百的迷信啊 十字架是给人看的 我们瞻仰 耶稣基督 为人舍身致命的奥基 面对这个奥基啊 我们要五体投地 伏伏在地 我们可以向十字架致敬 亲十字架都可以 并不是耶稣的灵魂 天主性附在这个 十字架上面 没有 那你就说 那十字架没有效啦 没有灵啊 不 耶稣无所不在 处处都在 除了圣体以外 是耶稣实际上临在以外 所有的圣像 十字架 都是耶稣死亡的奥基 標记 耶稣没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 当然他在 他什么地方都在 不过这个奥基啊 是让我们瞻仰 让我们接纳的 好 这个 三大奥基的第二个 就是预约奥基 是最大的奥基 那第三个奥基啊 就是 圣体圣事 圣体圣事是养育人领的奥基 圣体圣事啊 也是跌破眼镜的奥基 你肚子饿了 等一下中午 给大家准备便当 天下哪有人 用自己的体血 给人吃 给人喝的 那就是圣体 所以我们都知道 我们听主教的教堂啊 有耶稣诞生的奥基 用玛利亚来代表 我们都有耶稣的 第二个预约的奥基 有十字架 有苦相的 我们都有圣体贵 这是养育人领的奥基 那刚好基督教没有这三样 基督教他们 有些敬礼玛利亚 不过他们没有圣母的像 他们的十字架上面没有苦相 他们更没有圣体贵 好 这是信德啊 这我们很快的 再来第四个指头啊 叫做无明子啊 无明子啊 空无啊 就是妄德 妄德 是从下而上的箭头 妄德是指向天国 目标清楚 不要走偏了 人生呢 就是要往天堂走 所以这个妄德呢 就是让生命提升 而不是向下沉沦 妄德呢 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修炼 就是灵修 就是福音精神 所以有人就会问 你们天主教 有没有什么方法 在修炼啊 比如说少林寺啊 有学武功啊 佛教呢 他们有禅修啊 禅妻啊 对 我们天主教有很多成圣的方法 我们有祈祷 我们有读经 我们念玫瑰经 拜苦路 守栽 有讲席会 有朝圣 那读福音 有灵修 这些都是方法 让我们的妄德啊 就是生命啊 向上提升 走向永生 生命要向上提升 我们都肯定 可是 你会提出问题 我想生啊 可是 不是生小孩的生啊 我想向上提升啊 可是我生不了 为什么生不了 两个原因 啊 第一个你抓着不放怎么生啊 对不对 你抓着不放 上不去啊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放手 你放得越干净 越轻松 那个会武功的啊 飞檐走壁啊 有轻功啊 大家学着放手 放 到了你该放而不放啊 该放的时候啊 就是杀手归天啊 杀手归天 你还不放就是死不明目啊 那刚才我说的死不明目啊 就是孤魂野鬼啊 就要普渡啊 要超渡 所以这个 抓着不放 让我们生不起来 那第二个原因 我的脚被绑着了 我生也生不去啊 不自由啊 所以哪一根绳子 把我们绑着 要把它拆掉 铁链 要把它斩断 让我们生不起来的 第二个原因 就是捆绑 就是不自由 让我们不自由的 例如说 仇恨 那个偏见 承见 一些伤害的经验 被害 被 被 受伤的经验 我们方济会有一位神父 他当了神父 当了十几年了 有一次他就说 这个天主经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为什么要说我们的天父啊 为什么不说我们的天母啊 这个父啊 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念天主经呢 没有意思 天父 后来啊 他知道原因了 他 当了神父 十几二十年之后 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课程 里面有个家庭重塑 要叫他回到他小时候 甚至于回到他的妈妈的胎中 在这样子的家庭重塑的一个课程 他发现 原来啊 他在小学的时候啊 有一次他爸爸啊 从他后面拿一根藤条啊 打过他 当然 痛了几天就过去了 他现在也不记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不过 他知道 从他爸爸打过他之后啊 他跟他爸爸就没话说 吃饭了 妈妈说 叫爸爸来吃饭 爸吃饭了 就要这样怎么样 上学了 爸我走了 回来 爸我回来了 没有第二句话 他跟父亲没有感情 因为被伤害 这个伤害在他心中很深 所以一直到他圣的神父 在他祈祷念天主经 我们的天父 什么意思 然后 他 当神父十几二十年的时候 他爸爸过世了 爸爸过世了 死了 走了 他走了 就走了 一滴眼泪也掉不下来 可以为爸爸做弥撒啊 为爸爸祈祷啊 可是 走了 就走了 一滴眼泪掉不下来 所以他参加这个家庭重塑之后啊 他就回到 那个小时候被伤害的记忆 他从内心啊 原谅爸爸 他也祈求他爸爸宽恕他 他一定是做错的 爸爸才会打他嘛 经过这样子的操练之后啊 他说 我开始爱我爸爸了 爸爸已经死了二十几年了 已经死掉二十几年了 结果他说 我开始爱我爸爸了 他跟他爸爸之间的这个生命啊 才开始在成长 本来都是死的 都是停顿的 开始在成长了 后来再在念天主经 我们的天父 有意思啦 整个生命改变 所以 让他不自由的要走出来 是这根绳子 就是爸爸打他 要把他砍断 要原谅 要接纳 所以让我们生不起来的 这个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抓着不放 所以要杀手 要放手 第二个就是被捆绑 所以要自由 要把让我们不自由的原因走出来 解决他 有意思的跳脱这个捆绑 好 在文件里面提出 其实我们教会啊 有在五方面做了一些革新 第一个呢 就是新的药理教程 第二个是新的成圣的典范 和手足情语的模式 新的成圣的典范 例如说 最近 那个 Arcoutis 那个 意大利的一个青年 对不对 他才十几岁吧 十五岁 就被列为正扶贫了 他是在公元两千年之后出生的 两千年之后出生的 今年是2022年嘛 那他被列为正扶贫 他的成圣呢 是用网路 网路成圣 他把圣体的敬礼啊 用网路的广传 所以说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 成圣的典范 他要手足情语的模式 革新 第三 革新的管理架构 第四 前所未有的神学思潮 那提到这里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新的神学思潮 这是曹灵修 这个曹灵修有人听过吧 多多少少大概有人听过 这个曹灵修啊 是我在受伤之后才有的 我2019年的8月6号受伤之后 都知道我躺在病床上不能下来 后来这个架子拆掉之后就可以坐起来了 坐起来就可以坐轮椅啊 我的脚啊就伸下来 就踩到地上 冰冰凉凉的 好舒服啊 我已经四五个月没有踩过地啊 我的脚啊 四五个月没有踩过地啊 这刚踩到地的时候 哎呦那感觉好像是个新生命一样啊 好高兴啊 我在想说以前哦 起床以后呢 起来就要找拖鞋 没有踩到拖鞋踩到地板 我就好讨厌啊 我就觉得怪怪的 现在觉得踩地多美啊 啊 我在家户病房啊 大家都知道有去过家户病房的人都知道啊 真的是痛不欲生啊 不要再去了啊 没有人是志愿要去家户病房的啦 擦个管子啊 鼻子啊 是擦个鼻胃管 从鼻子 本来是呼吸的嘛 擦到胃里面去 嘴巴呢 是吃东西的吧 从嘴巴擦到肺里面去 这是管子啊 那个鼻胃管呢 没有感觉啊 这个呼吸器这个啊 从嘴巴擦到肺 今天在这边 明天要换到这边 后天要换到这边 不然会溃烂 嘴巴一直是张开那管子好粗啊 好 张开 口水 呛到就呛到 也不能说话 两只手还被绑着 都不能动 所以 当我在家户病房醒过来的时候呢 我这只有两个概念 该忍耐就忍耐 不能动就不要动 就是这两个思想 该忍耐就忍耐 你不忍耐还是得忍耐啊 你要动你不能动啊 被绑着你怎么动 所以我在病房里面的很乖 很安静 安静到那些富士都觉得怪怪的 旁边的病床啊 24小时在那边动来动去啊 叫来叫去的 只有这个不动 所以有两个富士 不知道过了几天就在那边说 他是牧师啊 不对不对 另外一个说他是神父啦 另外一个说神父就是结婚的啦 牧师不结婚的 不对不对 基督教就是神父 不对基督教是牧师 他们讨论了半天 我绑在那边 你把我拆开叫我讲 我自己来解释好了 好 所以那个富士对我都很好 后来我也发现 可能这一个忍耐不能动 帮助了我 因为大家知道 即使医生啊 最担心我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最担心啊 因为我的骨头 这边断 这边断 中间这一截是完全离开的 所以骨头里面的骨髓啊 那些脂肪啊 就会跑出来 跟着血管游离全身 其实医生最担心的啊 就是说 如果他跑到脑部来 就脑中风 跑到肺部的话 就肺栓塞 跑到心脏啊 心肌梗塞 跑到脚的末端 就堵塞 也是中风 所以医生最担心的是这个 结果没有发生 所以医生也觉得奇迹 后来我就想说 啊对 因为我这是忍耐 我没有乱动 因为你一个东西 你一直动一直动的话 那会疼啊 到处跑 对不对 我就静静的 所以他就沉淀 他就不会跟着血管 到处游离全身 所以医生担忧的几个症状 都没有发生 当然我的过程中 会有好多奇迹啊 比如说我的脊椎 脊椎旁边有侧凸 左边的好几个断掉了 右边好几个断掉了 中间都没事 医生说 你是怎么压的 怎么都压两边 中间都没压到 我说我怎么知道 如果压到中间 我就瘫痪啊 我就一辈子瘫痪啊 结果压到右边 压到左边 中间没事 我现在还活泼乱跳了 还可以爬山 有好多的奇迹 那在加护病房 大概第四天的时候 我的心里 因为很难过 我在心里想说 医生 赶快把我拿掉 我不是生病 我是受伤 我没有高血压 没有糖尿病 我没有什么病 我是受伤 我是因为身体太健康了 工作 被死柱压倒的 后来 那个组织医师 很好心 他也看到我 他就跟那个 胸腔科的医生说 你看一看 能不能把他的呼吸器 关掉 拔掉 所以那个 胸腔科的 他就来帮我测试一下 以后呢 他把那个呼吸器 关掉 我不会呼吸 我那时候 嚇到了说 我连呼吸也不会啊 吸呼 这么简单 不会啊 我才知道说 我生病了 我才接受 我病了 所以赶快又把它打开 因为 过去这几天 我都是靠这个呼吸器 所以我自己的自主呼吸 就停顿了 所以医生就叫我 你现在 一直有意识的吸呼 吸呼 所以我在练习的一天之后 第二天 再来测试 结果可以了 那个胸腔科的医生 他就跟我的主治医师 跟护士说 可以了 可以拆掉 哦 他们好高兴啊 我在心里想 是我生病 你在高兴什么 他们为我高兴 所以我很感谢 护士跟医生都很照顾我 所以那个呼吸器拿掉了 我就开始自己呼吸了 不过医生叫我说 你要看那个数字 低于多少 就要用力吸 要那个氧啊 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吸了几天之后 就叫我去那个普通病房了 所以从这个生病的过程中啊 我就发现 生命重新来过 我不会呼吸 现在重新呼吸 不会走路 现在可以走路 医生说我要一辈子装尿袋 现在也不用了 生命就开始过来了 然后我就发现 健康很重要 在我受伤之前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少不了我 这个教会 台湾教会少不了我 8月24号 就要举办全国查经比赛 是我出题的 我主持的 我不主持怎么办 8月 几号 忘记了 我们choice 举办 亚洲年会 从亚洲各国来的 要到台湾来办 那是我策划的 是我主办的 我不在这个活动怎么办 还有毕竟 讲席 一大堆 一直到年底都排满了 特别是9月份 要去克罗埃西亚朝圣 我带团的 我一受伤之后啊 我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全部都取消了 大家都知道我受伤了 都自动取消了 我病了 这个世界还在转 教会会因为我受伤了就停吗 不会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不是非我不可 该放的就放 那我在从这样子的生病历程中啊 我就发现 健康很重要 你不健康 什么都免谈 你一中风就停了 你一生病就结束了 这个世界继续在走 有人会接替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啊 我就开始有了潮灵修 就出来了 其实潮灵修就是生活灵修 就是很具体的生命 不是一些神学理论 那这个潮灵修啊 有三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个问候 关怀合一的灵修 我的这个思想是从什么来的呢 当然有一次啊 我在看报纸啊 看到基隆 推出了一个潮艺术 就是没有听过 我就进去看 哦 这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民间的一个艺术 我说艺术可以潮 那灵修更应该潮啊 所以我就开始有了这个潮灵修的一个概念 那特别这个潮啊 那灵修呢 这是最最平常的一个问候 那可是比较通俗的 就用修 什么时候遇到任何人 随时随地 就是修 那要离开了 就讲两声 翘翘 就走了 翘翘就是再见 翘就是你好 就是这么简单啊 所以这个翘 哦 原来是个问候 所以我的潮灵修的第一个呢 就是问候 我会跟你问候 因为我认识你 我不会问候他 因为我跟他没关系 我就不认识他 如果我们都能够彼此问候 那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所以我在南部的时候啊 我们有一位同神父啊 现在已经92岁了 94了 94岁了 他每天早晨啊 起床 弥撒完了之后 他都会去买报纸 那他晚餐之后呢 也会去书局啊 看书 他很喜欢买书 包括他的浴室厕所里面 全部都是书 那你怎么洗澡 他不洗澡的 哈哈哈 北方人啊 不洗澡的 好 他一出去啊 看到人就 嘿 打招呼 那个商家一家一家的 一家一家打招呼 然后过马路的时候呢 车子过来 嘿嘿嘿 我就跟他说 神父 你不要这样子啊 人家会把你当做疯子啊 可是后来 我看到这个曹灵修的时候 他说他是对的 我是错的 如果我们都会彼此打招呼 不打笑脸人 我们都用微笑 来带人 这个世界就一团和气啊 所以 我们看一看 老百姓的生活指数 痛苦指数 在街上走的 有没有笑容 还有 是不是谁都不理谁 各忙各的 各管各的 如果是一团和气的话 多好啊 大家都知道 那个蚂蚁齁 蚂蚁都会问候耶 不晓得他们讲什么话 蚂蚁都会碰头 碰头 看到蚂蚁都碰头 这奇怪 我2020年在罗马 参加青年日 青年什么 世界青年日 200万的青年 集结在罗马 那时候我们在马路上 看到谁就打招呼 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标志 那黑人黑的不得了 一样 也跟我打招呼 我也听不懂啊 大家很快乐 大家都知道 都是来参加世界青年日的 那时候整个罗马 那种气氛啊 哎呀 真的就像天堂一样 那意大利政府也是有办法 在世界青年日那段时间啊 把吉普赛人全部都收编了 都让他们去吃香喝辣的 所以整个罗马没有小偷 没有吉普赛人 就像天堂一样 看去到处都是青年人 都是问候 彼此问候 快乐得不得了 那种体验 所以这个彼此问候啊 哎呀非常的重要 后来我就更深的等一下还会提到 我们方济会啊 初创的时候 整个普世教会外人 对方济会 这个团体是怎么看的 啊 他们是一个问候的团体 我在恍然大悟 哎呀 我入会已经四十几年了 我圣神父三十八年了 我居然对我们方济会的神恩啊 都还不了解 我一直以为我们方济会是个贫穷的修会 是乞丐修会嘛 是爱好大自然的修会 想不到啊 方济会初创的时候是一个问候的团体 问候的修会 方济呢 跟修士们就说 每天出去遇到任何人 一定要说祝你平安 祝你快乐 祝你平安 修士们就照做 做了一个星期之后 哎 方济好奇怪哦 那看到人就在问候祝你平安 方济说照做 这是天主启示我的问候的方式 就去照做 哎 结果 方济的弟兄们呢 就真的照做 很有趣 在意大利中部有一个村庄啊 因为他们看到方济会士啊 遇到谁就在打招呼 就是祝你平安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村庄改名字了 叫做祝你平安村 祝你平安的一个村落 就用这个当当名字 后来这个祝你平安啊 成为我们方济会的惯用语啊 Pax et bono 拉丁文 意大利文 Pace et bene 翻译成中文 我们把它翻译成四个字 和平幸福 其实Pax 就是peace 就是和平 bono 就是good 就是好的意思 那我们把它翻译成和平幸福 这是我们方济会的口头禅 凡是方济会士 都会懂得这句话 Pax et bono 如果他不懂的话 你说你不是方济会士 重新做初学 真的耶 我啊 还没有生病之前啊 每一年我至少会有两次 带朝圣团到圣地去 整个圣地啊 几乎到处都是方济会士在负责 哦 那时候人山人海啊 人潮太多哦 在负责每个朝圣地的那些方济会士啊 有时候脸上 苦瓜脸一样 一点笑容都没有 我一直逝去 太吵的时候 还 一脸笑容都没有 有一次我就跟我们这一团说 你们大家仔细看 我没有穿方济会的会衣 他不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他 因为他穿着会衣 你们大家仔细看 哦 他那个方济会士很严格的 一点笑容都没有 我就走过去了 Pax et bono 手伸出来 他一听啊 Pax et bono 立刻回应 然后跟我握手 笑起来了 哦 自己人 自己人 自家人 哦 既然你会讲Pax et bono 所以大家把这句话学起来 等一下我会秀出来给大家看 你遇到方济会士 就跟他讲 如果他不会回应的话 你说你不是方济会士 所以这个问候 问候 问候很重要 只要我们能够彼此问候 人间就平安 就和平 就不会打仗 好 所以这个曹灵修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个彼此关怀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那第二个 这个曹啊 就是水潮 海潮啊 潮水啊 为什么会涨潮 为什么会落潮 是受太阳跟月亮的引力 地球在这里 如果月亮在这里 太阳也在这里 那靠近太阳的这一边啊 就会涨潮 两边跟后面就会落潮 太阳跑到这边来 月亮跑到这边来 那这边就会涨潮 所以这个潮系啊 海潮潮潮 海潮潮 潮水 这是受月亮跟太阳 本来太阳太大 引力更大 月亮很小 可是因为月亮距离地球近 太阳距离太远 所以月亮的引力更大 在我们教会里面呢 太阳象征的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就是从东方升起的太阳 来到世界的光 那月亮呢 就是象征玛利亚 月亮不会发光 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 所以圣母玛利亚她是人 她不是神 圣母不会显奇迹 圣母是反映基督的光 所以圣母是一个代导者 是我们的楷模 我们的善表 圣德善表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因为玛利亚反射基督的光 所以整个超灵修是以基督为中心 效法圣母的圣德善表 那最后 这个草啊 就是草流 就是思草 是大众一致的一个方向 不是在神学院里面一些专业专家 而是一般的生活 所以这个超灵修呢 她是一种生活化的灵修 她是一个庶民 这老百姓 庶民的灵修 那这样子的一个思草呢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我想在大西方季生活群区 就会固定的开课 来讲这个超灵修 这是一种思草 面对新酒装新皮囊 这个文件啊 邀请我们 也是为了回应犯二大公会议的一个激励 为了符合新的 时代 以及新的听主教法典的规定 我们各修会啊 都需要重读 跟解释 修会的原始灵感 废主的独特神恩 废主的独特神恩 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个字叫做这里 pax et bono pax就是peace 就是和平 at就是end bono bono就是good 就是好的意思 那么这个是方季的名言 也是方季在遗嘱里面写下来的 方季在过世之前他在写遗嘱啊 他写遗嘱的第一个概念呢 是想到跟麻风病人的相遇 因为跟麻风病人相遇 让他生命的转变 由恶臭的变为香甜的 由讨厌的变为喜爱的 他遇到麻风病人 后来他去拥抱他 他说他从拥抱麻风病人之后 他整个生命改变了 我连麻风病人我都能拥抱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我不能拥抱 所以他说世界上为我来说没有敌人 没有仇人 都是兄弟姐妹 那既然是兄弟姐妹就要问候 所以在他遗嘱 谈到麻风病人之后呢 就谈到这个问候 要求弟兄们都要问候 只要我们彼此问候 都可以化解很多的恩怨 所以 这是我们方季会的神恩 以前我都忽略了 现在这个文件告诉我们每一个修会 我们都要重新再回 重新的读 重新的去深入 我们的修会的创慧精神在哪里 我们的慧主 天主透过慧主创立我们修会 他独特的神恩是什么 我们需要将他发扬光大 那关于这个曹灵修 这个新的 那最后再讲一点 我们就结束 我们要寻找新的途径 就是现在回到我们的慧归 我们的修会 因为这个整个文件 这个新酒 就是福音精神 跟时代的讯号 是天主圣神 在这个时代中 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必须接纳 这是新酒 这个新皮囊 是指我们自己 是指我们的修会 我们的修会 我们的团体 或是我们的心 这是新皮囊 在整个的文件里面 要我们革新 所以我们修会 要重新再来省思 我们不仅要制定生存策略 更要开动进程的自由 那这个我是看到了 李查罗尔 Richard Rohr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Falling Upward 我就发现非常的贴切 他把我们的生命 化分为两个旅程 有第一个旅程 跟第二个旅程 他是鼓励我们 尽可能的尽早的 进入第二个旅程 所以他这个书 叫做踏上生命的第二旅程 可是英文呢 是Falling Upward Falling是什么 就掉下来 Falling In Love 恋爱 Falling Upward 上去 所以真正的翻译 就是掉上去 怎么掉上去 掉下去 怎么掉上去 一般是向下坠落 这是向上坠落 就是这个笔啊 我没有拿好 我上去了 没有拿好会向下 因为有地心引力 有重量嘛 那这个笔会往上走啊 当然一定上面有力量 吸引力 李查罗尔就说啊 会向上Falling Upward 有两股力量 一股就是吸力 这是我们所说的恩宠啊 这是力量啊 或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抱负 他们在上面呢 吸引我们 另外一个啊 是压力 是苦难 是打击 就是反弹的力量 就像一个皮球 打篮球啊 如果你很爱这个球啊 摸他摸他 摸他 他就没气了 你要用力打他 哦他就弹 所以这苦难呢 这个打击啊 就像拍球一样 拍得越大力 弹得越高 这个是反弹的力量 所以苦难灾难 都是让我们反弹的 所以李查罗尔呢 这本书啊 是里面有一篇 序吧 还是什么是我写的啊 我就说到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 我看到李查罗尔讲了一句话 他说 长期以来 我不断的祈求天主 每天赏给我一个像样的羞辱 哎呀 我看了这一句话之后 我就想了半天 这是什么境界啊 我们都在免灾避难啊 我们都不要吵吵闹闹的 不要别人伤害我们 骂我们 可是他说 我长期 不是短期啊 长期以来 都在祈求天主 每一天啊 每一天 最少赏给我一个像样的羞辱 什么叫做像样的羞辱 就是这个羞辱啊 会让我分头转向 如果你随便骂我说 方神父你一点都没有口才 这个不是羞辱 我本来就没有口才啊 啊 如果一个学生 跟老师说 老师 你比学生还不如 哦 这个老师他受不了 那我 我不教了 如果学生跟老师说 老师 你比学生还不如 教学是我的专才 我是老师 结果你说 我比你还懂得还少 还不如 哦 这个为他是个很大的羞辱 那理查罗尔说啊 这个羞辱啊 这个羞辱啊 就是一个反弹 一个压力 会让我反省 我是哪里做错了 哪里做得不够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反应 所以他要慢慢的去克服 去修炼 去接纳 去超越 那我已经超越过了 你隔天啊 再同样用这个话来羞辱我 这个小case 我已经整理过了 所以我的生命啊 已经爬到这边来了 你还在用这种 这个层次在修辱我啊 修辱不到 我已经会 那个清宫了 会沿走壁了 你还在那边老牛 老牛拉车 还在 还在那个地上那边走 我已经到这边来了 你在修辱我 我在往上升 弹得更高 登泰山小天下 天下很杂 真真 吵吵闹闹闹的 我已经在高 高处了 是当然高处不生寒了 不过我已经在另外一个境界了 你伤害不到我 你骂不到我 我已经在那个境界 所以 李查洛尔啊 他就是说 我们要努力的 不要活在第一个境界 第一个旅程啊 第一个旅程啊 第一个旅程就是为了求生存 为了三餐的温饱 为了安全 所以我们的修会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们的修会 现在关心的是什么 没胜招 老修女 老神父一大堆 养老的问题 我们的房子的土地所有权 那我们神父们呢 在堂区工作 常常出了很多问题 神父会长要去调停 要去解决 这个要调动 这个要做什么 常常都在处理问题啊 都在解决问题啊 老了怎么办 我们要葬在哪里 要赶快买墓园 买什么 都在绝对这个问题啊 那我们要赶快进入第二个旅程啊 发展 目标 做见证 发光 刚才提到啊 環保啊 我们天主教啊 在環保这方面 有没有一马当先 全台湾任何有灾难 天主教跑第一 我们现在都自顾不暇 我们都在解决问题 处理问题 要活下去 生存啊 要活下去 那第二个旅程啊 自由 是发光 扶船 在做见证 在发展 这是第二个旅程 所以理查罗尔啊 他的这一本书啊 Falling Upward 这是在邀请我们 尽快的跳脱 进入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好 我们今天上午啊 就到这里 我们要有能力 来激发真实的 这种共融 一起合作 然后在共融中啊 活出先知性的 为先知性来做见证 所以这一个心啊 是一个团体性的 福音性的 合一性的 最后我讲这个共融 这两个字 大家都懂得共融 这个字吧 都会写吧 其实共融这个字啊 这个名词啊 在我们的中文里面是没有的 不相信你去字典查查看 你去池海查查看 没有共融这个名词的 这个共融这个名词啊 是从犯二大公会议之后 用了很多 犯二大公会议之后啊 我们台湾的主教堂 阿秘书处跟香港的 我们都联合一直在做翻译 犯二大公会议的文献 但很多年过后才出版 那在翻译的过程啊 面对这一句话 Communion 这个共融啊 有一位神父 当时年轻 叫做孙靖乾神父 后来当做蒙喜了 孙靖乾蒙喜 他年纪轻轻的参加大公会议 所以他也属于这个翻译团 他就叫翻译 他就把他翻译做共融 翻译完之后啊 被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大佬啊 骂得不得了啊 翻译的这么烂 翻译的这么差劲 共融 第一个共 中共的共啊 什么字不用 你要用这个共 反共抗恶 杀猪把毛 那个时代啊 196几年 197几年 那反共抗恶那时候 你还讲这个共 那再加上这个融啊 融在一起 你看我们都知道一些老神父 傲貌淡然的 就是有规有矩的 这个融啊 什么不像样 我最近啊 我最近啊就问了一个老主教 我说主教我们在做弥撒的时候神父的手啊 有没有什么规定啊 他说有啊 以前我们在小修院的时候大修院的时候我们都规定啊 这个做弥撒啊 这个神父的手啊 双手合并 向左右分开 与间同欢 我说神父做弥撒的标准姿词是这样子啊 双手合十 左右伸开 与间同欢 都实实版版的 那以前都是规规矩矩的啊 你翻个融 到孙静前就说那不然要翻什么 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要怎么翻 后来超超了之 要出版的时候啊 就开始共荣就写上去了 结果现在啊 谁都在讲共荣 连外教人也都都在讲共荣 所以孙静前有一次坐在我旁边啊 他就说共荣是我翻的 他好高兴啊 这是我翻的 我们现在弥撒感恩祭是共荣 基督教是翻一座团契 这大家都知道啊 基督教是翻团契 我们天主教是翻共荣 所以这个共荣实际上是我们天主教翻的 不过现在普遍啊 都听得懂也都喜欢用 共荣很好啊 这个名字很好 所以我们的整个教会啊 走上一个共荣 让天国来临 好那我们现在就休息 我们下期见